好,我现在在加小我这首《望月西秋》是怎么来的啊 它是2020年香港的那个卓曲家 它是香港的一个卓曲家 它在全军营 因为它做这首曲级的时候就放在网上 我们听的那首曲级很好听 后来我就打电邮去它的邮箱里面 我就问他 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谱子给我们 因为我们听得很好听,想学 他说,好的,我马上寄给你 隔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到现在两年 他寄不出来 为啥呢?因为它是版权的问题 他做了那首曲级,他没有放到网上去 我们可以听到那首曲级,可是你看不到那个谱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集中起来啊 怎么说呢? 我们一点点都把它寄下来 它拉一句,我们再寄一句 寄好了,就把那个谱子捕下来 可是它是什么谱子呢?我们不知道 就跟着它那个过去这么拉,拉,拉 一边,两边,三边,四边 拉得多了,慢慢就熟了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曲级,寄下来 寄下来怎么办呢? 它没有编曲,没有编曲,我们编不出来啊 怎么办呢?我都把那个所有的音符给了我们的音乐主编 Stanley 他厉害啊,他一个晚上就把它全部扑起来了 然后把它连起来了 怎么拉怎么拉,我们就跟着他 到现在,这个谱子不是最正式的啊 也不是他原唱的 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夹起来把它谱出来的 要是富士仁,他看都怎么办呢? 他说,你看都没办法了 因为你说寄给我们,可是你没有寄了 到现在已经两年了,你都还寄不出来 是我们的自己寄了 好了,做好了以后,我们就拉熟了 现在今天,我再把它献给大家 不是正式的啊 是山寨的,可是还好 还好 好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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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